嗨,大家好,我是笨妈 明天小姨要放大招 给孩子们做他们山西的炸糕 做法和用料和我们一般的糖糕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先来做红豆沙馅 把泡好的红豆放进电饭锅 按煮饭键 都好玩不 使劲跳 使劲,吃点劲,跳糕 对 5 6 7 8 9 10 好了 我今天做的豆沙馅 是比较细腻的那种 不干不硬 做月饼用的豆沙馅 您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 加少量的水 料理机能运作即可 太少了它不动 加的水太多 炒的时间又太长 把打好的豆沙馅 倒进不粘锅 记得一定是不粘锅 用别的锅呢 这个馅还没炒完 你都想把锅扔了 红豆500克 油100克 糖250克 再加麦芽糖100克 建议您最好加上麦芽糖 麦芽糖它的糖度比较低 而且粘粘性也比较好 开始不停的翻炒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这就是炒好的豆沙馅的状态 自己做好吃就是麻烦了 你说点自嚼吧 自嚼又费事儿一点 我弄好的馅儿香 这就是炒好的豆沙馅的状态 挂在铲子上 撩不下来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做法做出来的红豆沙 味道非常的不错 绵软细腻 加了麦芽糖 吃着甜而不腻 最近天气慢慢的变暖和了 让我想到了一道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面食 一盆面 两种吃法 你们可以先猜一猜 这道面的菜比较少 我就给孩子们再烧一个骨汤 炖菜 先把大骨清洗干净 我们一般做炸糕用的多的都是面粉 把面粉烫熟之后就可以用了 但是山西炸糕用的是他们当地盛产的黄米 打成末就是黄米面了 用温水和面搓湿就行了 不要揉成团 这个水的比例 还是要靠您个人的手感 能搓成这种小颗粒就可以了 把搓好的黄米面放上蒸壁 蒸10分钟 准备做咱们今天的主食了 7斤面加上12克的盐 再加上3斤半的水 一面两吃 这个就是杨林的蘸水面 这个面的特点呢 是既宽又薄 两种蘸汁 蘸着吃 得名蘸水面 那你学一学 那我给你这碗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还喜欢揉面 我觉得揉面 揉面的 给人感觉特别解压 断你身体 特别解压感觉 做扯面的 面的要火的稍微软一些 我火的有点硬了 拉的不是特别薄 盖上醒面 40分钟 开学已经有一个月了 不论从孩子们的饮食和午休 都出现了问题 做得不好 帮妈虚心接受 做调整 有孩子反应菜太咸了 这个好办 少放一点盐就行了 还有反应中午太吵闹 现在我都是坐在孩子们午休的房间 监视着他们 都还变乖了 小姨洗完呢 也是等孩子们走了之后再收拾 这位家长也是反应同样的问题 以上的问题都好解决 最后这个建议呢 让我有一点点犯难了 家长建议呢 就是尽量少去外面买面条 最好自己擀面 或者买一个压面机 我也是孩子的妈妈 都能理解 希望孩子们吃的健康安全 但是脱管班 孩子也比较多 确实是忙不过来 精力有限 自己做手工面呢 也只能是偶尔做一做 不过我们家长提出买压面机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比手擀面呢 确实要方便 也要来得快 也非常感谢我们家长 都能理解和支持泵妈 说话的功夫 黄米面也正好了 趁热 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面呢 一定要趁热操作 凉了之后 就会变硬 我刚撕了一块 特别烫 还很粘手 川西炸糕 一般都会用胡麻油 又香又酥 咱们就用色拉油吧 开大火 把油糕下锅炸 黄米面炸糕呢 是要比普通的 白面油糕的要好吃 外面特别酥脆 饧好的面搓长 然后再刷上油 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再搓成大概10厘米左右的长条 盖上保鲜膜 醒面 一个小时 表面刷油 一个是可以防止干皮 还有可以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更柔软 蘸水面的灵魂就是蘸汁了 先来做西红柿鸡蛋汤 炒香葱姜后倒入西红柿丁 做蒜水面的西红柿鸡蛋汤汁 除了加盐 还会加一点点的胡椒粉和鸡粉 再加少许的清水 调成一个比较稀的汤汁 出锅前淋上鸡蛋液 和我们做西红柿鸡蛋汤的做法差不多 不同的是调味 需要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蒜末加辣椒粉和白芝麻 热油泼烫 五香粉 盐 醋和生抽调味 把饧好的面棒先用手给它按开之后 用擀面杖向两边推开 推成了中间厚 两边薄 蒜水面又宽又长 又叫裤带面 取其形 还有您听这个声音 响响响响的声音 又叫响响面 技术还是不行 今天中午扯的面比较厚 阿姨今儿扯的面有点厚 哎呀厚就厚点没事 都可以吃嘛 都可以吃 多扯几次就 就饱了 有点厚实的蘸水面就做好了 一盆面 两种蘸料 两种口味 用老闪的话说 聊咋咧 阿姨摘了一碗面 然后再来一碗 今天特别好吃 最常我在杨丽 那个火车站那吃的 吃的一样 阿姨弄得真厚 我再会炸的厚 我其实挺喜欢吃的 鸡是厚的 好 你帮你帮你放 鸡是厚的 哎呀我放这儿了 嗯可以 要是盐结色 你看我正炸的够你吃 你帮我拿一个 这个这个烫 这个烫 要吃一个 好 好 嗯 它的生意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